这个是鸡眼吗?有朋友资讯说脚底长出个疙瘩,一开始以为是茧子,后来当鸡眼出离过,按压后会很疼,该怎么办? 本期就来安排,脚前掌这恶并不是机影,而是由于足底皮肤的细小伤口感染了HPV病毒引起的足优,具有传染性,需要将屁下潜藏的彻底兴术干净后皮肤才能恢复光滑平整的状态。今天就来参考本期的主人公,小开。 表开,大拇指下方长出一个疙瘩,一开始以为是茧子,后来当作鸡眼出离,现在走路都疼得难受。 从图一的照片上看,有体部位突出,这是感染病毒后皮肤产生的坠生物。 图二可以看出在军师的指导恢复下,表面的有体面积在逐渐减小。 从图三可以看出皮肤已经彻底恢复光滑平等的状态。 恭喜小才,我们一起干一下恢复过程吧。 月二十三日,小开首次来咨询,说感染了四个月,突起脚症明显,当作鸡眼处理锅,现在按压后会有明显冲感。 军师给出的建议是全面温和的处理,采用草板风包加全面浸泡的处理方案。 月二日,小开巴来反馈,说拆包后修理的差不多,可以看到有体发出后,皮肤表面有明显的泛白角质,修理平等后可以开始全面浸泡。 一月十六日,小开发来反馈,油体部位有些许黑点,从照片上可以看出,角质发出有明显见少。 而黑点是血脸的凝结物,之后会随着身体代谢逐渐消失。 暗月二日,小开发来反馈,说角质还有发出,但目前按压已经没有痛感和异物感,说明皮下油根再逐渐发出,接下来需要坚持浸泡杀毒,皮肤便会恢复。 六月六日,小开发来反馈,说浸泡时已经没有泛白角质发出,皮肤也是柔软平整的。 图片显示,皮肤恢复了正常的状态,空气小开,变毒彻底恢复干净了。 回顾小开的整个恢复过程,从最舒脚质突出,痛感明显,走路都难受,到中间油体逐渐变少,痛感和异物感消失。 到对后皮肤恢复光滑平整,说明温和血全面的处理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 恭喜小开彻底恢复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